今天在蓝铃王中誓言大反派冯小莲的女星毛铃铃因为在戏中角色太坏被网友怒骂滚出娱乐圈 成为近几个月来第N个被网友叫嚣滚出娱乐圈的明星 继袁珊珊之后呢 今年因为小时代理周崇光一绝而成为新近偶像的陈学东同样被网友质疑 其实力不足并在微博上呼吁滚出娱乐圈 那么去年的苏醒因为与这个快男的李伟打架遭到了天余的这个血藏 今年苏醒呢就提出与公司解约 网友们对李伟的行为呢是感到不满 于是呢李伟也被滚出娱乐圈 有网友认为这个微博含滚无用质疑就是一种网络暴力的行为 而至于为圈内人士透露呢 这很有可能就是艺人公司为了提高艺人的知名度而进行的一场策划而已 含滚之声扑面而来 每个明星处理的方式也是各不一样 有人呢沉默是金 有人积极回应 有人则谦虚面对 其实呢作为一个粉丝啊 还是低调知识自己的偶像比较好 攻击别人并不能凸显自己的偶像有多高贵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